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妃子,长得真是貌如天心啊,各种大臣不定时的都会进贡美女,乾隆也经常下江南寻找江南的美女,所以说天底下最美的女子应该都藏在这货宫里面了,不过你们就不好奇历史上,真实的妃子是长什么样的吗?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婉青一些真实妃子的照片,与影视剧中看到的进行一下对比,看看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,电视剧都是骗人的,真实妃子和电视剧就是买家秀和买家秀的关系, 清朝后宫里面的女子,无论是宫女还是皇后妃子等等,绝大部分都是从其人的女子中挑选出来的,从顺制开始到光绪年间经历的这九朝,一共选秀进行了八十多次,其中八旗的秀女每隔三年就会挑选一次, 平凡挑选这些秀女的目的,一方面是为了充施皇帝的后宫,另一方面是为皇室的子孙等达官显贵指婚,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,由此可见,这些秀女想要走进紫禁城,是必须要经过一道的考验的, 那理论上这些选出来的妃子肯定都是女子中的精品了,那现实真的是这样子吗,这一对比问题就出来了,以前我觉得宫中的妃子都是长这个样子的,多么好看呀,现实却是长这个样子的,感觉我的内心受到了暴击,这项不像现在网络上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啊, 在电视剧里面的光绪紧飞是长这个样子的,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呀,可是现实却整整宽了一圈,这是为什么呢,确定是买家秀和卖家秀无疑了, 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福尽是长这个样子的,多么精致的五官呀,和现实中的福尽怎么长得像容嬷嬷一样呀,这买家秀和卖家秀过分了, 哈,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哥哥是这么的美丽动人,可再看看现实中的哥哥,真的是横楚楚动人了, 在电视剧中看到了这些孩子的妈妈,真是好看呀,可在现实中,我怎么感觉这是孩子他爸呢, 这一张是后宫的合照,在第一排最中间最黑的那个女子就是义气的女儿,这个样子跟他跌长的的确是很像,据说他成婚不久之后,丈夫就去世了,难不成是北下死的, 这个就是传说中某一个亲王最爱的福尽,看完这个样子,我相信他们之间的是真爱,图片上这个是谁呢, 其实这是一位满星时期的告命夫人,要注意看,这是一个夫人哦,这里只说样貌,不评论历史人物其他事情哦, 看完这些是不是被清朝这些女子的容貌给震惊了,其实满星时期也是有一些很漂亮的哥哥或者妃子的, 例如图片上这位被誉为满星最漂亮的哥哥,还有这位帅气的光绪皇帝和真妃的合照, 看完最后这两张,也算是一个安慰了,对于以上对比照, 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想说的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